杨幂的情伤有多高呢? 在面对前夫的故意踩低,竟给出了霸气的回队,让人看了不得不去称赞。 就在最近的这几天,杨幂参加了那个毛雪汪的综艺节目,而与李雪芹,以及毛不一等人一起亮相。 杨幂在这次的综艺里面,罕见谈了一些与前夫的关系,而再一次彰显了她的高情伤。 在节目当中的时候,当主持人问到她是否会把自己的前任当作自己的一个人脉之时, 杨幂直接补充了一句,说到觉得自己才是那个人脉。 她这句话的意思,是告诉所有质疑她的人,她在事业的方面上,与她的前夫刘凯威对比,自己的高度还要明显一些。 所以她的这个回答,让无数喜爱于她的粉丝们,在听到后,纷纷称赞了她。 然后除了这个环节之外,杨幂的另外一句话,也是让不少的网友们,听到后,纷纷夸赞了她,认为她的情商真的超高。 杨幂在综艺的过程里面,回答了别人的一个调侃,说到当初的刘凯威, 如果是因为她有钱,才会去喜欢她的,那么她会感到非常开心,因为她有钱呀。 杨幂的这个问题,如果换成一般的女性,也被这样子问到了,那么许多的女性网友,会本能地回应说,自己没有钱,别人也不会喜欢自己。 但到了杨幂这里,她却不一样了,她不仅接下了这句话,同时还顺着别人的意思,而返回去调侃了对方,让氛围变得更加活跃。 然后这样的行为,就是证明一个人情商高的最好表现,所以让杨幂获得了粉丝的分分称赞。 不过杨幂,之所以这样,彰显她的情商高,以及在不少人的看来,简直是在暗讽她的前夫刘凯威,其实都是有原因的。 毕竟深入关注过她们的人,都知道之前的时候,刘凯威也曾在节目中,暗讽过她的前妻杨幂。 在杨幂的这两段暗讽当中,分别对应了刘凯威的两段采访,也是在节目中暗讽了杨幂。 比如刘凯威的第一段采访中,当主持人问到她,两人在演艺圈中的发展是怎样时,刘凯威直接说到了,自己可能会更有艺术性一些。 她的这个回答,给到别人的感觉,是在彰显她的优秀,却忘记了也称赞杨幂一番,甚至还让一部分网友认为了,她多少都有点看不起杨幂。 然后在她的第二段采访中,当主持人问到刘凯威,杨幂在家中的形象是如何时,刘凯威的回答更是让不少杨幂的粉丝们都感到了十分的不满意。 刘凯威这样回答主持人,说到自己的媳妇,就像一个保姆一般吧。 她的这个回答,让许多杨幂的粉丝们都认为了是在采低杨幂,毕竟许多人的印象中,保姆都是低人一等的庸人。 而且,这位刘凯威,如果真的疼爱自己的前妻,那么她会在节目当中,彰显了自己的优秀后,一定也会称赞自己的前妻一番。 所以,可能出于这个因故,而让杨幂在新节目中,也在无形之中,却暗讽了刘凯威一番,而用来彰显她的优秀,以及把刘凯威也采低一番去。 不过对于她们的那段婚姻,其实不少的网友们也曾表示了不看好,并认为她们的离婚,也是必定的事情。 只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,在离婚后的她们,竟还能在节目中,相互去暗讽对方,而用来彰显自己的突出。 那么,在你的心目当中,你对于杨幂和刘凯威,两人之间的那种相互采低,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呢? 或者有什么不同的评价,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。 那么,那个我发言,那是个刘凯威! 那是个刘凯威! 我能计划我不要让你扫描,那是孟子,谁给你作为我也代表应该! 放选择,凯威,犯下来! 没有意志!